首先我刚才回答这个问题 就像索林刚才说的是一样的 我们这是一个中国的赛事泡泡 第一站是成都市兵赛 第二站是WTT澳门冠军赛 第三站是新乡世界杯决赛 这三个顶级的赛事一起落户中国 意味着国际平联和WTT 对中国乒乓球开展的支持和重视 没有他们的支持和重视 是不可能把这么大一个三个大赛的赛事泡泡 一起落户中国 第二个就是说能够落户中国 也感谢体育总局 中国奥委会还有各个城市 做出的辛苦努力 包括我们在座的这些媒体记者 我们知道在疫情期间 举办这样的比赛付出多少的辛苦 意味着什么 所以我们会更加珍惜 也希望十月成为世界乒乓球之月 也希望所有的运动员 能够在这三个顶级的大赛当中 奉献精彩的比赛 来回报全国球迷粉丝对乒乓球的热爱 同时也把世界乒乓球推向巅峰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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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